大家好我是口水 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泰国的妈妈方便面 在我面前的所有的就是泰国的妈妈方便面的口味 几乎我可以买到的市场上的所有的口味都在这里了 然后我要为大家试吃几款这个妈妈的方便面 我要为大家试吃几款这个妈妈的方便面 然后泰国的妈妈方便面呢 在我眼中主要是分为这几组 就是这组是冬阴公组冬阳组 我们叫冬阴公是泰式酸辣虾汤的意思 泰式酸辣虾汤冬阴公 它有这种和这种是有椰奶的 然后这种是没有椰奶的 有椰奶的就叫冬阴公浓汤 没有椰奶的就叫冬阴公清汤 它的味道没有椰奶所以就比较清爽一些 然后这个口味还有虾口味的 我手上的这个是猪肉口味的 然后这个是冬阴公 冬阴公叫冬阴公 这个叫冬阴公 它们差不多了 这个是东北部的 然后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它的味道会更加辣 然后就是味道很 娇艳见惑那种 偏向于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一般是用来煮猪骨 这个就是冬阴公 就是酸辣汤味的一组 然后呢还有一组是 这一组是就是泰式 比较泰式的一些泰国菜的味道 这个是叫慕萨 就是猪肉末 猪肉末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口味 然后也是麻麻这个方面的 在泰国卖的最好的一个口味 它的味道是比较淡的 很清淡 你可以加一些东西进去 然后调和 然后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好 然后呢 这个是绿咖喱 绿咖喱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个口味 但是它有一些就是 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人 就觉得它有一些怪味 它也是有椰奶 然后有茄子啊什么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旁边这个图 很可爱 它画出了它的这个材料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叫瀑布猪 瀑布猪是泰国最好吃的食物 排名第三位 超越了冬阴公 然后瀑布猪 为什么它叫瀑布猪 说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知道 但是它的味道 它里面有那个血 就是就是猪血 猪血 把它直接用这个汤烫热了之后 把它放到汤里面 如果是一般的瀑布猪 然后不知道它的这个方便面的味道 或者怎么样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炒 就是为醉鬼炒的饭 叫做饭 金猪 金猪的意思就是醉鬼 一个是醒酒菜 很提神 行闹 然后也很辣 就是那种 它这里写了辣 这个是泰国族 然后呢 在妈妈这个旗下 我说的是这种小罐的 还有两个是加入了一些新式元素的 比如说这个 它叫 这个是那个 卡伯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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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啊 意大利菜 是一个意大利菜 然后还有这个是 spicy cheese 就是辣的芝士 这样的一个口味 这种小的这种 包装的这种 桶装呢 它的价格是 15株 一桶 就大概人民币3块钱 是不是很便宜 就对那个 小美女啊 什么的 我们吃不太多啊 然后它这个只有60克了 然后它 我给你写它的 那个热量是多少 比如说这个是 270卡 然后你就可以 很好的控制 那我们就 来试试一下吧 其实Zither Mesopot 我们去闭нем呢 妈妈 可以 可以 帮助